大家好,前几天我们看了几个花圃,包括Costco等等花圃在内 今天我们到一家专业的花圃看一下 专业的花圃,花的品种非常的丰富,质量也比较好 但是当然了,它们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可是它们的品种非常的全,很多花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我把地址写在视频上方,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这家是个连锁店,其实你只要找你家附近的就行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拖鞋,而且特别写的是女士拖鞋 我看了真的忍不住想笑了 这里很多很多花我完全叫不上名字,就算是看到英文也不认识 但是如果对这个花有兴趣,可以把它们的标签造一张像 拿回家以后再网上搜一下,就可以知道它们的特性 它们的分类也分得很好,一年生的或者多年生的一看就知道 通常情况下这一类的花铺都有室内和室外的 因为现在天气还比较冷,只要是在室内的大部分都是怕冷的 很多都是一年生的 如果是放在室外不是特别怕冷的,大部分都是多年生的 你其实根据这个也可以判断 当然了,专业花铺的标签都是写的非常全面的 所以你只要看到喜欢的花,看看标签就可以了 大家肯定都认识,这个是天竺葵 这里花色还挺多的,粉色的,白色的,红色的,紫色的,还有杂色的 这个是非洲菊,这个非洲菊的颜色很漂亮 白色的,带点纸的芯,切牛花做的花盆,各种不同颜色的 这里是飘香藤,另外还有很多的三角梅 我因为在厦门住过一段时间,我的印象里厦门到处都是三角梅 很多人家都种的三角梅,那些三角梅的藤都有胳膊那么粗 应该是很有年头了,而且爬在墙上或者院子里的架子上 看上去非常壮观,很漂亮 很多人家在三角梅的架子下摆着桌子,坐下来喝功夫茶 很悠闲的日子 很可惜的是,加拿大这里三角梅不能在户外过冬 所以喜欢三角梅的朋友都是把它们种在花盆里 冬天再搬回来,我觉得太麻烦了,从来没想过要养 这个是樊根,也有人称为珊瑚棕 这些只要在比较阴的地方就可以长,每天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的光照就可以了 品种也是很多,各种不同的颜色 它们会开小小的花,从镜头里你能看见 但是主要这个还是观赏它们的叶子 很多人家花园里有这些,我觉得配上去也挺好看的 而且它们不怕冷,非常的抗寒 珊瑚棕自己很会繁殖的,所以每隔三五年要挖出来 重新的分一下根,重新栽种一下 这里的鸢尾花其实也是不少的 而且已经可以看到马上就要开花了 和799不一样,当然它价格会贵一点,但是很快就可以看到花 它的Daily里也非常的多,品种花样价格都还可以的 Daily里也是属于很好管理的一种花,而且它们很耐寒 种下去基本上就不大要管了 我家里的Daily里也从来都没有吃过肥 每隔三到五年挖出来,然后从中间一批两半 一半给朋友,一半自己留着就行了,非常会长 我的经验是你选这些Daily里的时候 尽量的要看自己家的院子的情况 因为有一些长得很高,就会把其他的花都遮掉 我之前也有好多品种,后来因为把其他的花都遮掉了 所以那些比较高大的我都把它们挖掉了,就剩一些比较矮小的 这些都是十足花,花样品种很多,色彩也很艳丽 十足花其实是可以作为多年生的 但是我种过几年以后发现稍微的保一下暖 第二年它们会再发出来,然后会继续开花 如果真是不管它放在非常寒冷的地方 有时候第二年可能就冒不出来了 所以还是看你自己家的环境吧 看看这些,好漂亮 这些是扫药,这家花圃我经常来 我记得以前他们家的扫药品种非常多 今年好像品种不是特别多 花圃里买扫药的好处就是你如果整猪买回去种下去 大部分当年都可以看到花,第二年当然要看你养护的怎么样 花圃里头杜鹃花非常多,很多都带着大大的花孤短 很多已经开花了,杜鹃花的品种也是非常多 买在户外的这些,大部分可以在多伦多地区室外过冬 但是我个人的经验冬天还是要适当保护一下 不然春天的时候他们不大喜欢开花,或者开得非常少 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家的就不用保护,开得非常好 完全有可能,因为每个人住的环境和温度都不是特别一样 品种也不太一样,只要能开花我们就高兴 这里的玫瑰品种非常多,你看这些全是DA 好像有朋友问我哪里能买到DA玫瑰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家苗圃看一下 当然我刚才说过了,这是一家连锁店 你只要找你家附近的就行 看看这个,这个就是著名的龙沙宝石 好多朋友在找,但是这里也有,你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我是好几天以前去的,有时候你去不一定有了 买东西也是要看缘分的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品牌的玫瑰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看清楚说明,然后再买 和其他花圃一样,这里也有非常多的茅草 记得有朋友问,在哪个花圃有卖incredible这种绣球的 这里就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价格还是挺贵的,45块钱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黄颜色的花就是银春花 后来朋友告诉我才知道,这个大部分是莲翘 莲翘和银春花最大的区别就是花瓣,莲翘是4瓣,而银春花是5瓣 所以现在我只要看到这种黄颜色的花都忍不住去数一下 看看到底是4瓣还是5瓣 我特别想买一盆荷花,到了卖水生植物这里看了一下 不光没有荷花,现在碎莲也没有 可能季节还早,过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种的这个,我们管这个叫做水竹 这个是曼陀罗,我家戈比的意大利老头种了好几株 春天搬出来,然后等到秋天再搬回去 这个也是天竹葵的一种,但是这个是多年生的 以前我家也有一棵,后来长得太大了,就把它请出去了 想想这些年我真的是种了好多好多的花 玉兰树,还有一些其他开花的树我都叫不上名字 这里的果树非常的多,这边全是果树 我们来看看都有些什么,你看这个是樱桃,这个是杏 但是听说果树挺会长虫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种果树 这些果树他们还搞了滴灌,自动浇水 很多灌木,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里品种挺多的 这树怎么样,非常奇特,我还挺喜欢的 玉兰花,非常漂亮 杜鹃花,这个杜鹃也很漂亮 好多草莓,我看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在这买 买回家应该种在花盆里就行了,等他接出草莓来看着挺稀奇的 小孩肯定特别高兴 这些是马铃薯,红薯,大蒜,还有洋葱的种子 菜苗都出来了,我总是很奇怪,为什么他们的菜苗可以长得这么大这么壮 可能还是因为有大棚也比较专业种的好吧 这些是辣椒,这些是西红柿 小小的育苗盒长出这么大的番茄,简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你看这些番茄更大株 这些也是非常大株的辣椒,当然价格也挺贵的 各种瓜苗,主要还是南瓜,好大棵啊 专业花圃卖的东西还是比较专业吧 我觉得这些沙拉菜是放在阳台上种或者放在家里种给孩子玩的 毕竟是专业花圃,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我看到很多大货车还在往这里送花 春天来了,花圃走起来,祝愿大家有一个美丽的春天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很好吃 字幕 李宗盛